将翠绿的白菜与手工汤圆放进碗里 淋上肉燥 油葱及葱花 再放入大骨熬制的高汤 这碗料多实在祥求未美的客家汤圆 这是这家老店的招牌菜 也是母亲的好手艺 店家的客家传统手工汤圆 成为竹田家喻户脚的特色美食 这个是我婆婆带我先生他们以上几年 这样进来差不多要50年了 因为之前是在香工手对面那边卖 是那种推车去那边卖 因为他是差不多12年前他中工就走了 我是他第二个师傅就来接 这个汤圆也是我婆婆他教我们 从草料包然后一手特殊教我们就学下来的 是村后的特家菜 对对对对 你这个汤也是都是夹心肉下去炒 有葱头跟芹菜虾米下去炒 皮是用糯米下去磨 磨了还要给它包 里面那个馅料很多啊 很香啊 比较感觉就是比较 怎么讲就是觉得好吃啦 对啊就是有那种传统的老店的味道 大赞手工汤圆的美味 强调着道地客家菜深受顾客欢迎 每到一夜时间业者的手几乎停不下来 忙着将一袋接一袋的汤圆送出 而店家除了汤圆受欢迎 古早味大锅菜更是人气必点 超过12种丰富配料美味又实在 特家人的那种这种大锅菜是以前的 就是以前的菜味啊 板得完的哦 私盛的那个菜味啊 我说我丢这个下来做跟配方很多工人 很喜欢吃这个 我就一卖都卖哦还不错 今天这大锅菜有什么料啊 哦很多呢超多12样 那个一大锅卖完就没有了 店家经营超过半世纪 强调没有什么独特卖点 唯一有的就是道地传统客家妇女 厨房中都有的妈妈味 业者强调未来会持续努力 将大家记忆中的美好滋味 手工咸汤圆及大锅菜 继续传承下去 评论顺不听于相思采访报道